龙珠超,悟空和北吉塔遭遇格兰诺拉狙击,大战一触即发 龙珠超有关72话漫画的相关草稿图情报,在近日正式透露和公开,这次的情报和整体的剧情推进速度还是非常不错的,期待已久的打戏终于来了,下面带来具体的草稿图情报说明 悟空和北吉塔被顺利送到了星球后,特意感知了一下,发现对方并没有杀意,也没有散发出特别让人害怕的气息,悟空和北吉塔以为对方在压制着自己的气 马奇以危险为理由,不再给物卫带路,让奥伊尔去侦查战况,埃莱克和加斯也快到了 埃莱克感叹自己差不多有40年没来到这个星球了,不过加斯对这星球没什么美好的回忆 不过埃莱克也表示加斯和那个时候已经完全不同,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,看来加斯当初在这里肯定吃过瘪,或者是吃了大亏的 被吉塔和悟空简单探索了一下,大体看出来了废墟是之前的建筑物,这里曾经遭遇过严重的破坏和侵略,不过新建造出来的街区并没有大碍 就在悟空和悟空简单探索的时候,两人遭遇了精准的狙击,看来格兰诺拉开始对两人发动了进攻 虽然说,被吉塔和悟空没有遭遇到直接的打击 不过闪躲的过程也是非常的勉强,看来敌人实力非同小可,毕竟这时候的悟空可是候补天使水准,被吉塔可是候补破坏神水准,大战一触即发 这一话应该是小事牛刀答一下,悟空和被吉塔也能感受到格兰诺拉不是坏人,那这个篇章肯定另有最终boss,就目前来看加斯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毕竟脏院间商军团手上还有73,也就是说保留有负质的天使的资料,格兰诺拉估计也就是钱菜的定位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!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!再见!